所以基本上他已经给我们这个资料 那考试的时候基本上 他应该已经就是这个资料已经是 就是会有程式码提供给你们 当然未来如果说另外一个考法 就是说这个资料 假如说他是一个外部的CSV档 你也可以用之前我们讲过 用Pandas里面的那个 就是产生一个Pandas的物件 它里面有一道readCSV 上礼拜才讲过 上礼拜才讲 那如果你要读取的话 就是在第七个单元 有没有我就有讲到 Import一个Pandas 然后SPD好了 那这个PD本身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readCSV 那你就把这个CSV档 直接就放在这边 给它读取 那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预设是 预设的那个encoding是Utube吧 如果不是Utube 对如果不是Utube吧的话 你可能后面加加CP90 或其他的 然后呢 IndexColon等于0 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要让它自动 帮我编号的话 那你这边可能要加一个 IndexColon Col等于0 那把资料读到Data OK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我们现在 这边看到的 这个方式 就是说它已经 已经给我们了 如果说它 这个程式 假如说不是外部读取的话 那变成你需要 先产生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Data 那Data基本上 指的就是 我直接开 开这个档 给各位看 比较明白 如果Data的话呢 其实就有点像Excel档 Excel档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中间这一块 OK 如果Data的部分 这个中间 这个部分呢 指的就是Data OK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Colors 蓝的名称 那左边这一块的话 就是Index 所以呢 也就是一个Pandas 它至少会需要有三个 三个元素组成 那最重要当然就中间这一块 OK 那Index 如果你看IndexColon 预设时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Index 你另外也可以 它会自动帮你做编号 也就是IndexColon 那个如果你没有加等于0的话 等于4 它会自动帮你加编号 会多 那个Index变成编号了 OK 那我们如果说呢 今天以这一题来看 你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个题目是 它已经预先给我们了 所以它Data已经帮我装进去了 就是把中间这一块的资料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装进 它装的方法一定是什么 三重的这一笔Rack 里面的资料 这个是Key 里面的资料 9 所以它会怎么放呢 它会放9 然后后面的资料 这个就是一笔Rack 有没有 所以有点像是它放在一个串列 一个大串列里面 它会把每一笔资料 放在一个小串列里面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二维串列 那也就是如果未来 你要产生一个Data 你要放进一定要是二维的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我们资料 我之前讲过 资料库你要execute many 也有点类似 execute many也是二维的 所以两边其实是可以相通的 如果你有Data 那你干脆就拿Data 用execute many 直接就把这些资料 就塞到资料库里面了 那这部分应该就没有问 那再来的话就是index index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 就左边 指的是左边这个区块 三重区一直到丰延区 OK 所以我们这边 它预设已经给我们一个index 然后一个column column 指的就是上面这个区块 OK 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一个pandas的 一个完整的资料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Data frame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Data frame 那你就分别把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它放过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这个 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但是其实 如果你这样子望的话 你会上次有同学 问到前面这个名称 其实如果你不要这个名称的话 主要是因为顺序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先index 有没有 是个再column 如果你是index再column的话 那其实你前面这个参数名称 这个可以拿掉 没关系 因为我看它里面的说明顺序 是一定是先datas 再index 再column 顺序一定要这样 如果你的顺序不对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前面加上参数的名称 就可以改变它的顺序 这个概念不是只有python是这样子 其他语言也是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懂了 上次上次有讲过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前面的东西 再来就是说 它需要我们做一二三四个动作 那这四个动作分别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什么呢 底下这些做计算 AB一直到D 里面做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就是怎么样再把这个东西输出 上面会有一个标题名称 再来就是把这个data frame把它输出 OK 第一个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怎么做这个题目要的动作 先把底下这些先注解掉 OK 先不要跑 然后呢 我们先跑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先产生一个data frame 然后呢 上面在print了嘛 它的那个标题 西瓜与香瓜的拍卖行情价格表 然后最后把这个 这个上面的data frame 这个东西把它print了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print了 第一关 OK 第一个 有没有得分呢 OK 它得分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西瓜与香瓜之间的行情 然后 然后看得出来 北中南好像行情以三重 板桥好像反而北部的价钱 好像越便宜 那最贵的看得出来 在台东好像一公 不知道一公斤还是多少 还是一斤的行 然后呢 大概要13块 所以越往东部的话越贵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预费比较高 反正这个 它只是一个 是要 为什么板桥特便宜 OK 不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要知道 那另外的话 第二个就是它的量 量的话 台东只有600 600公斤 所以你会发现台东真的是 地很大 人很少 而且去台东 你会发现 真的到处都没有人 其实我前一阵子 蛮喜欢跑台东的 因为到那里什么都没有 人就很少 像我那一天来上市去资本 出车站 其实真的就一整片 其实就绿油油 就没有任何人 你去池上也是一样 你出来 池上车站非常漂亮 OK 然后一出去的话 要不你就是去跟人家租脚踏车 电动车 你可以在博朗大道那边 可以骑车 可以混一整天 OK 然后去博朗那个什么树 那叫什么树 对对 竞争武树 其实旁边也有一棵树 叫蔡依林树 可是我跟人家讲 真的Google地图上面有 我说那边有一棵树 要不要跟蔡依林树照相 都没有人想过去 因为觉得好像比较有名的 先照了 另外一个就不是很重要 那个不是我讲的 真的是 后来我查一下 那个网络上 真的 因为蔡依林真的在那边 就是有 好像不知道拍过什么 MV还什么的 所以那边就把它命名叫 蔡依林树 OK 好 那 再来的话 就是量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西瓜 香瓜 香瓜 香瓜也是一样 最便宜的 好像也都是集中在北部 然后香瓜的量 好像就没有西瓜的量这么多 那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把那个Data Frame 产生了 做把它Print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那个Pandas 里面用最多的 就是这个Data Frame OK 所以你要对Data Frame 非常熟悉 那Data Frame 主要组成就三个东西 Data中间的 上面叫Colens 左边叫Indate 你不要搞错了 那个最 那第二件事情呢 题目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产生了之后的话 再来呢 请你帮我按照西瓜 特别说按照西瓜 所以特别说西瓜是哪 西瓜的什么呢 价钱 所以西瓜的价钱 把它按照那个就是什么 递增还递减 递减排序 所以特别注意 要怎么样按照西瓜 递减排序 OK 其实如果在Excel里面很简单 Excel你就知道 有必要放在西瓜价 然后按一下 有没有 就是如果像这个啦 你就按这边对不对 然后资料里面不是有个排序 你就直接按那个 递到A 应该是什么 递减的 递到A 应该是递减应该 递到A OK 递到A 好 马上就出来了 有没有 马上就看到 最便宜就板桥 马上就出来 但是呢 在Pandas不是Excel 我讲过啊 在Excel里面是图形化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点选它的功能 但是呢 在程式里面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这 而且呢 我将来只需要 把它print的这一块 OK 西瓜价多少 帮我重新排序 并且做输出的话 上面有一个标题 叫做以西瓜价递减排序 那程式的写法 基本上就底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个区块 那主要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一样呢 就是利用这个DF DF拿过来之后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点Sort的Value Sort的底线Value 所以这个 未来如果你忘记 所以上礼拜有讲过 可能大家问同意 应该都忘记差不多了 没关系 你将来你要找个地方查 OK 那怎么排序呢 后面记得 挖虎之后的话 给它参数第一个 叫by by等于 by的话就是要依据哪一个栏位排序 那后面的话你跟他讲 按照西瓜价 这个西瓜价记得一定要跟上面这边有的名称 有没有 Color有的名称是 一样的名称 你不要打错字 要不然你就是直接拿这个来复制贴过来也可以 保证不会错 然后排序方法的话就是 这个ascending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true的话是递什么 递真嘛 那force的话就递前 但我讲过你也可以输入零也可以 零就force 如果你懒得打force那么长一串 你也可以打一个零 好那接下来当然你就排序了 那排完序记得 你一定要把这个排序结果再丢到前面 产生另外一个data frame OK 他所以他排完序之后 他会return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data frame 所以我们也许前面用一个df1 去把它接到 然后呢先print一个标题 以西瓜价递减排序 那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 把西 因为最后里面呢 只会有一个西瓜价的一个return 的一个栏 我把这个栏位输出的话 那我就把df1 这个哦 里面的什么 西瓜价 帮我print出来 把它print出来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底下呢 就会有按照西瓜价来排序 就这个 这个 就是print这个结果 底下的话就是 按照什么 把里面查到的结果 西瓜的部分哦 OK 那我就把西瓜这部分 print在这里 那index会跟得出来 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基本上这个就跟我们 对 试题本里面看到的结果一样 那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就是303的那个 先产生一个 data frame 先了解一下 那第二步的话记得就是说如果我要按照什么按照那个西瓜价钱排序的话 诶 那特别之后你就用那个 df 这个data frame 物件 里面的一个方法叫点sort的底线value 然后by等于哪一栏 逗点之后asc ending 那等于false就可以了 就是递减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产生一个df1然后把它print的那个标题 并且呢取得什么取得那一栏哪一栏呢西瓜价这一栏并且把它print的出来 他就print的出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 所以他上面就没有西瓜了因为只有那一栏而已 然后把他的价钱 前面会自动带出他的index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key的部分 OK 那所以这两个就先完成 待会底下还有两题我们再慢慢来看